这集呢我们来做一个头部的控制器 那现在呢我已经做好了一个角色的头部转面 包括眨眼的动作我也已经做好了 眨眼呢这里我在动作栏里单独制作了一个动作 那我们需要角色眨眼的时候呢直接插入引用 这个动画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再去单独的K骨骼了比较方便 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头部从左转到右的动画 我先K了两针 把它头的左右转动做出来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曲线 中间呢我给它一个眨眼动作 让这个转头的动作呢看起来更合理一点 现在呢这个头部左转右的动作是比较平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需要中间在K一针 让它的头呢往下来一点 那稍微调整一下曲线 现在这个头部呢从左转到右的动画就已经做完了 现在呢我们是通过操作两根骨骼 去完成这个角色转头的动画 那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K两个骨骼对我来说也并不是很麻烦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后来我觉得这种方法的缺点其实很明显 因为它不够直观 那我们像AE里面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去调整路径的 那所以现在呢我就选择了用控制器的方案 现在我在骨骼层里面新增了一个图层 那画一个控制器 其实就是两个同心圆 那接着呢我们找到这两个圆的圆心 我们新增一个点骨骼 复制圆心的这个坐标 粘贴到骨骼上 那这里呢我用了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我之前在 网机的视频里面也有介绍过 那不知道的同学呢可以去翻看一下 现在呢我新建了两根骨骼 一根呢控制左右 一根控制上下 那同样的也需要做一下重合坐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又新建了两根骨骼 这两根骨骼呢我们往外拉出来 让骨骼的这个末端连在我们之前建的这两根骨骼的起点上 现在呢我们需要做一下骨骼的角度约束 那骨骼角度我们设置的时候 保证显示角度的这两条线 它的延伸线不超过我们绘制的这个圆环的范围 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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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选中这根骨骼 选择控制其位置 那后面这两个填写区呢分别表示X轴和Y轴 那这个骨骼呢我只需要它左右移动 不需要它上下一栋 那么我把X轴保留为1 那Y轴呢就改成0 现在可以看到我操线 现在可以看到我操纵这个点骨骼的时候 上面的这根骨骼呢会跟着左右移动 那它上下呢是不会受影响的 那这根骨骼呢我就把X轴改成0 然后Y轴保留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外面的这两根骨骼 打开目标骨骼 然后指向我们之前做的这两根骨骼 现在呢这个控制器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需要给外面这两根骨骼添加动作 我给你找一个不需要再 dir 轩 轩 车 我Лits 出币 在 Silva Re ini 二 超 说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现在整个头部的控制器就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头部的左转右的动画 现在呢我已经K了两帧 从左转到右的一个水平的转动 那现在画布上呢就已经显示了这个点骨骼的运动路径 那是一条直线 那现在呢我们打开曲线面板 调整一下曲线 那我们现在调整的曲线呢就很直观的显示在了这个画布里面 那我们播放一下 现在这个效果呢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很快速的做好了一个头部从左转到右的动画 那控制器的制作呢和使用方法就已经讲完了 那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其实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那记得要三连我哦